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研人员撤离到安全的监控室 通过监测数据观察气瓶的状态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气瓶的压力正在增加 到它爆破了之后 所有的压力就会马上就清廉 我们就能看到这个点就是它最后的几箱爆炸点 这平方到现在已经复合了 对 已经205了 对 已经接近三倍了 有个心理准备 以后可以吓一跳 双眼很大 大约七分钟的时间 水压爆破试验完成 最终70兆帕气瓶承受的压力 达到215.46兆帕时 发生了爆破 符合规定的标准 实验成功 不过仅仅一项水压爆破试验还不够 起凭正式上岗之前 为了测试安全性 还需要进行水压试验 疲劳压力循环试验 耐久性试验 使用性能试验 火烧试验 确保气瓶不会发生漏气 这非常考验科研人员的耐心 因为它必须通过人工来完成 实际上 目前已经有机械设备 可以进行气密性的检测 为什么还必须由人工来完成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